雅新森中央以日系城中城为定位 要在新庄复都心复刻东京繁华质感 实现绿地与助商共融的梦想建筑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房市新观点 新北的正核心在新庄 新庄的正核心在复都心 而复都心的正核心就是雅新森中央 2020年实价登入显示 新北捷运周边交易量排名 复都心站为前三名 新北市地震局也表示 复都心因为生活机能日趋成熟 且持续推动各项重大建设 吸引人口迁入 购物需求持续上升 带动区域住宅价格稳定成长 虽然曾经立房价修正 但近两年随着中央合属大楼迁入 红会广场 海岳嘉宣酒店 新北产业团区 电影文化中心等重点建设接连完工开幕 让新庄复都心的周围不管是自助投资交易量都居高不下 复都心周围涵盖风江计划 温载聚重化区 投钱重化区 新北知识产业园区 拥有广大腹地 便利的连外交通 十大建设 打造880公顷大商业聚落 优良的条件也让专家指出 这里就是下一个最热门的新形态城市 然而要快速带动区域发展 还需要公共建设与民间企业共同打造 亚新集团以精准的眼光放眼 新庄复都心 植柱油气垢的发展潜力 领衔信义计划区的超豪宅建筑团队 三井花园酒店柯虹宗 宗顺大院王思敏 南港展览馆黄立宗 竹中公务店前公务长田中纯夫 共同打造新庄复都心正和心 亚新森中央 以日系城中城为定位 六本木之丘 虎之门之丘为典范 要在新庄复都心 复刻东京繁华质感 实现绿地与柱商共融的梦想建筑 基地位置 一日就在中华路三段旁的昌仁路 与富贵路口 从地图来看 这里就是新庄复都心的精华地段 生活机能包含交通的一港二高 三节四块 新旧市区的民生机能 拥有大片绿地的优质学区 走路就到新庄复都心站 三站抵达台北车站 约三十分钟直通桃源机场 一港二高四块 台六四线 台六十五线 均可汇通北二高 南面接轨新北红快 北面直达台一线与中山高 台北国际商港 轻触可及 陆海空三七的急速移动 掌握北北桃都会生活圈 也为新庄复都心在天利多 此外多元的民生机能 包含新北最大百货单店 红会广场 以及引进国滨影城的金冠广场 购物看电影餐厅近在咫尺 另外临近的新庄中原路 福寿街上 美食便利商店 药妆店应有尽有 亚新村中央正对四千八百坪 温慈底湿地公园第一排 前有五十米永久洞聚的中庭花园 后已超过一百米永久洞聚 稀有的公园第一排 走出门就能拥有四千八百坪 公园绿地 学区景临优质的双羽昌平国小 投钱国中 走过幽靖整齐的副都心小巷 陪孩子踏上愉快的学习之路 游信义计划超豪宅团队 柯鸿宗大师 在2100坪辽阔尺度中 贯穿双商共融的初心 布局出日系城中城 外观以移动住宅移动办公的 双塔形态刻画 住宅的总楼层有23楼 商办的总楼层15楼 地下市到B5 一楼为分开的出入口 让住宅与商办不会互相干扰 两栋不同形态的建筑 借由生态绿地作为中介 走出家门 办公室集市绿地 打造都市与自然的和谐互走 日本职人的金工石座 寸寸落实的坚持 从精致的一楼大厅开始就能看出 门厅挑高6米 落地窗设计引律入境 走入家门就像走入大自然 空中花园博养瑜伽室 空中健身房 亲子野气区以及博越交仪厅 借由挑高优势与质感设计 让每个公共空间都适合家庭聚会 也可以独府沉淀 亚新村中央房型共有大两房28平 大三房40到46平 大四房51平 挑高3米45 客厅面宽3米9 欢迎回家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两房28平的房型 一进门即是独立玄关 区分出室外与回家的空间 在后疫情时代更可规划成独立落成区 一回家后肚子饿了 先到功能齐全的厨房报道 专属空间 阻隔油烟 采用德国百年工艺品牌Bakerman厨具 精品规格简约优雅 橱柜还有缓冲设计 收纳方便又安全 厨房内和后方的家务阳台 以预留电器与收纳空间 格局使用更灵活 客厅挑高3.45米 面宽3米 也是适合餐厅出入的动线 稀有的两房两卫设计 两房都有大面采光 整体通透明亮 主卧采用饭店式精品卫浴 TOTO马桶洗手台为美镖卫浴 开放式更衣间展现大气与生活品味 次卧可规划成亲子卧室 低台度开窗 采光与景色 尽收眼底 采用系统书桌与床组 空间利用最大化 看完今天的建案总结一下心得 雅兴集团的作品一直都非常注重家的感觉 这次更是攜手日本职人打造出自然与住商共融的梦幻建筑 不论是住宅的实用性 生活机能 永久动具 都是首购族或换屋族的绝佳选择 邀请您来亲自体验自然与都市的和谐互动 今天的房市新观点就到这里 不要忘记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